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立来新低水平 Meta等社群媒体公司难辞其咎 对此 Meta公司声明说对这起诉讼感到失望 Meta一直致力于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安全的上网体验 已推出超过30种工具协助他们安全上网 中国驻美使领馆10月25日宣布 自11月7日起 中国驻美使领馆将停办领事认证业务 美国签发的公约范围内的公文书 只需办理美国附加证明书 即可送往中国内地使用 无需办理美国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对于美国出具的你送往中国内地使用的文书 请向美国务院、州务卿办公室等相关部门 咨询附加证明书办理事宜 通知提醒 办妥美国附加证明书不代表该公文书 必然被中国用文单位接受 建议民众事先向中国用文单位了解 其对外国公文书的格式 内容、实现、翻译等具体要求后 再办理有关手续 纽约市近来不断涌进的无政客 不仅令市府财政支出承受巨大压力 也使城市面临潜在的住房和土地危机 为此市长亚当斯多次呼吁暂停庇护法案及联邦发放工作许可 但至今情况仍未有实质改变 亚当斯10月24日表示 纽约市或已无安置空间 吴政客可能要流落街头 他的办公室正在与专家合作 寻找解决之道 全市庇护系统 除了为6万多名吴政客提供服务外 还为游民提供照护服务 他还指在庇护系统逐渐满源的背景下 吴政客、游民流落街头只是时间问题 会使多人受到伤害 因此需要管理 芬兰调查人员10月24日表示 他们认为一艘中国集装香船的锚发生疑味 并导致本月早些时候 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波罗的海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受损 芬兰国家调查局表示 他有证据和数据表明 悬挂香港旗帜的货船 新兴北极雄号是破坏横跨芬兰湾管道的肇事者 调查人员看到海底有一条1.5至4米宽的拖痕导向天然气管道的受损点 据信 这条拖痕是由芬兰海军周一晚间取回的一个6吨重的重型锚造成的 芬兰当局还认为芬兰 爱沙尼亚数据电缆损坏也与这艘中国船只有关 官员们说 管道损坏是故意的 无意的还是由糟糕的航海技能造成的 是调查下一阶段的主题 可卜我能変更损坏了 未经训找到未经训邀的这个国家